台南人劇團在春天細水系列當中 重新詮釋了六年前的作品 愛情生活 這齣描述一夜情之後 想要繼續下去的一對男女 如何在寂寞跟情欲中拉扯 卻在愛情追逐遊戲的痛苦當中 越陷越深 簡單犀利的對白 精彩描繪了苦澀卻又甘甜的 現代都會愛情 我會在你女朋友不在的時候才來 她還是你的女朋友 我是我 她會發現的 不會的 妳剛才不是說女孩子都很敏感嗎 妳看 我很小 在裡面喔 我不會弄髒什麼 絕對不會有人發現我來過喔 可以嗎 男主角狗跟從POP帶回來的女主角貓 發生一夜激情 但貓不想只是一夜情 男女主角的人生劇本會如何寫下去呢 台南人劇團春天細水系列 導演呂博生將再次指導愛情生活 在劇場中展現都會男女的愛情服飾會 這一齣戲是在描寫一對男女 因為一夜情的關係 所以他們認識了 然後從中展開一段所謂的偷情 然後這個偷情的過程裡面 然後我從裡面去探討愛情的本質這件事情 所以男女之間的那種所謂的爭鬥 這次的舞台我們也是跟六年前不一樣 所以這次的舞台就像一個拳擊場一樣 然後我們看到狗跟貓 從愛情裡面的開始的熱情瘋狂 到最後的一些痛苦的掙扎 那我只要你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就好了 貓 其實是好大好大一隻的 日子久了就漸漸獻出原型 那些堆積在排水口的貓的長髮 對 不行啊 還有那些不經意跟狗的女朋友的洗髮精 混在一起的貓的洗面乳 對不起 這初曾在六年前首演的作品 導演讓演員運用更多元的肢體語言 讓作品呈現豐富的變化 在整個表演的策略上的選擇 就希望這個作品能夠不那麼的寫實 而能夠更 像是一個肢體劇場的一個表演這樣 這個原因最主要是因為 劇作家許正平他本身的語言的特色 已經就不是一個傳統的那種 所謂的正規戲劇那種角色 說什麼話然後對話這件事情 他的台詞本身就是比較敘述性的語言 所以也因為這樣子我想 在六年後重做的時候 希望能夠在表演風格上面 走向一個肢體劇場 他環顧著整個房間 這一次看到我只是一個女人 他說無數的女人 我不能是嗎 那是一模又一模的黑影子 就在他旁邊走來走去 但是那天女朋友沒有藍營在啊 找回六年前的演員 重新詮釋角色 人生歷練增加了演員的表演厚度 在台上除了表現情慾 有大量的肢體接觸之外 為了符合戲的需求 更挑戰全裸演出 所以因為第一場戲在浴缸裡面 所以我就會要求說 這一次演出能夠挑戰 做演員最恐怖劇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舞台上 暴露自己的身體這件事情 所以就要求他們 這次在舞台上就能夠 因戲的需要 該全裸就要全裸 六年前的時候 這兩個演員都大概24 25歲了 當時要演這樣子比較 所謂的情慾的東西的時候 其實都略顯生疏了一點點 但我覺得六年後 他們的生命經驗的成長 我覺得這一次在一起工作的時候 我會發現他們兩個人 彼此的默契 還有對於所謂的愛情的想法 態度上面都 可以從他們的表演上面 都可以看到已經跟之前不一樣 愛情生活真實刻畫了愛情風貌 也展現了男女間的寂寞欲望